想着事情时 两人已是到达了华夏 降落到了下面时 柳妹兴奋道 这就到了 行了 我还得到北极国去一趟 你把这些东西交给上级就行了 把柳妹送到了这里之后 王小飞就要告辞了 柳妹一惊 挽住王小飞的手道 你怎么就要走了 王小飞道 北极国的情况你们都知道 他们也弄出了生化人 我得去解决了 否则的话 我华夏很危险 柳妹也知道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这才松开了手道 你自己小心一些 放心吧 没多大的事情 向着王小飞看了又看 柳妹道 你不为你自己保重 也得为我们这些女人保重 行了 我回来之后再联系你吧 两人又说了一阵之后 王小飞打了一个电话给袁放天 告诉了他整个情况之后 让他来接柳妹 看着王小飞欲见而去 柳妹的脸上 露出的是复杂之情 自语道 是个好人呢 生化司令 列科奇 坐在指挥室里面 一个长得娇艳的女军人 正在她的办公桌下 卖力地吞吐着 享受着美女的服务 看着桌上摆放着的大量文件 抬起头来 列科奇看向站在桌前气息有些不稳的一个美女军人道 这是从米国传来的消息 报告将军 我们的人根本无法进入武艺区 那里有着阵法 只要一出就会发现 为此已经死了好几堆士兵 列科奇哼了一声道 看来他们是从月球那里有了收获了 不过 与我们相比还是差得多了 是的将军 我们现在的生化士兵 已经培养出了五百人 这样的一支军队 无论放在什么样的战场上 都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嘴角露出了笑意 列科奇道 米国应该也在搞神化部队 可惜的是 他们根本就没有我们这种手段 说到这里 列科奇放声大笑道 哈哈哈哈 米国算什么 北极国算什么 整个的地球都将由我列科奇做主 这里我说了算 将军 你 那美女军人有些胆怯地说了一句 哼了一声 列科奇道 从现在开始 这里我说了算 怎么的 你敢不听我的 那女军人这时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了 这个基地本来是国家的 军队也是国家的 可是现在 列科奇却是要把这里变成她自己的势力范围 这让女军人有一种可怕的感觉 目光紧盯着那个女军人 列科奇站起身来 也不管不顾地就走到了那个女军人身前 盯住对方 列科奇沉声道 归下 什么 我说了归下 一股强大的杀气从列科奇的身上散发出来 这个列科奇自从自己给自己注入了妖兽血液之后 她的整个人都发生了变异 现在气息展开时 就见她的整个头都幻化成了一个巨大的狼头 那女军人惊得一下子就瘫了下去 几把就扯掉了那女军人的衣服 列科奇哈哈的笑道 我现在拥有五百练气层的神话军队 拥有一百助击齐的神话军队 拥有二十个助击二层的神话高手 我更是拥有了快速培育出练气一层神话人的手段 只要我需要 我就能够用最短的时间 把一些强大的军队培育出来 现在这世界上 谁是我的对手 谁能够与我交战 说话间 她就开始折磨那个女军人 听到那女军人的惨叫 列科奇得意的心情难以言说 奋力地进行着冲刺 列科奇在掌握了神话人的培育方式之后 现在的野心膨胀了 感觉到这地球上已经无敌 就在她在这里野心膨胀的时候 王小飞已是来到了这里的一片冰山里面 同样隐福寄出到了这里之后 王小飞藏身在地下 暗中观察着这里发生的一切 这时王小飞就把那白兔放了出来 对了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王小飞对于这个小白兔 一直都不知道它到底叫什么名字 我们寻宝兔有一个统一的名字 就叫寻宝兔 你这样叫我就可以了 王小飞摇了摇头 对于这破名字真是无语了 不过如果叫小白的话 那也更烂 得了 王小飞也想明白了 一个称呼而已 对着兔子道 好吧 那我就叫你寻宝兔吧 我说兔子 你看看那座冰山里面 到底是些什么妖兽啊 王小飞刚刚说完 寻宝兔就闻了一下道 有妖兽 我当然知道有妖兽了 只是不知道 它们到底是些什么情况 我说 你不会只能同理 你们那里的生化人吧 撇了一下嘴 寻宝兔道 你也太小看我寻宝兔了 我怎么也是画骨三层的妖兽 相当于你们修真者的 珠鸡三层巅峰 我的整个修为正在恢复中 会更加强大 收拾起那生化人 还不跟玩似的 现在王小飞才知道 这兔子的层次竟然有那么高 就向着寻宝兔看了看到 你说你能够搞定他们 那是当然了 我知道你又想玩那种 让他们内乱的事情 看我的吧 把我放到外面 我来搞定他们 真的能行 放心吧 我能够闻到里面的情况 根本就没有能够 与我一战的妖兽 月球上活着的妖兽中 还没有比我厉害的 行 那就把你放出去 我倒是想看看 你到底有几分本事 王小飞说话间 一是从冰山里面出去 然后就把兔子放了出去 只见那兔子被放了出去之后 它的身子 仍然是一个兔子的形态 然后就向着对方的那座冰山 飞奔而去 让王小飞有些意外的是 这兔子倒是真的有几分本事 对方安置的那些防御设施 竟然对他无效 很快就到了对方阵法之前 王小飞更是看到 兔子就这么一下子不见了 厉害呀 对于这个自己收服的兔子 王小飞多少也感觉到有些意外 这兔子倒也真是有些本事 王小飞并不知道的是 这只兔子还真不是一般的兔子 以前的修为是非常高的 只是由于封印了自己的原因 才变得弱小 现在正在恢复期 且说那寻宝兔进入到了冰山里面时 采用的就是他的一种天赋的隐藏能力 当他进入之后 就直奔里面的一个仓库而去 他感觉到这里有着他需要的一种东西 很快 寻宝兔避开了种种监控之后 就进入到了一个仓库里面 进入之后 他直奔一个需要各种验证 才能进入的房间 最让人意外的是 他根本就没有做什么验证之类的事情 直接就融入到了那个金刚打造的门里面 进入之后 兔子就看到了一个正在跳动着的肉团 眼里的火焰喷土中 寻宝兔把那块肉一下子就吞了下去 然后就见他的身体在不停地长大 就在这时 寻宝兔已是从化骨三层进接到了化骨四层 进入到了化骨四层之后 这个兔子的身上气势进一步提升 这块肉是寻宝兔在月球上封印自己时 隐藏着的一块高阶灵兽的血肉 本来是想解开封印之后 用来恢复修为 这算是其中的一块血肉 没想到被北极国人从月球上弄了回来 列科奇一边在那里运动着 一边也在想着自己的心事 想到很快就会统治地球时 他的动作更加地有力起来 突然 列科奇就睁大眼睛 看着办公桌上 只见这时的办公桌上 坐着一个小白兔 一眼看去 这兔子仿佛很是悠闲的样子 一边啃着桌子上摆放着的瓜果之类的东西 一边双眼放光地看着他们两个的动作 哥们 动作太慢了啊 这兔子竟然发声了 听到兔子的声音时 列科奇整个都软了 吃惊道 你是谁 问了之后 才想到这根本就不是一个人类 这时 两个女人的尖叫声也是同时发出 在这房间里久久回荡 你们人类真是不行啊 兔子摇头不已 这时 列科奇清醒过来了 只见他身形一变时 整个人都已幻化成了狼形 然后朝着兔子就扑了过去 寻宝兔这时 嘴角露出了笑意 然后就见这兔子整个的 同样是身形庞大了起来 然后朝着这列科奇 就是一掌拍了下去 这一掌之后 只见这列科奇本来很大的身子 就快速地缩小了下去 然后兔子一声尖利的叫声之后 列科奇已是倒了下去 如同人似的摇了摇头 寻宝兔道 啊 太弱了 王小飞并不知道发生的事情 在这里待了半个时辰之后 就看到 从里面大摇大摆中 走出了一对生化人 再看时 王小飞的目光一凝 就见寻宝兔竟然坐在一把椅子上 由四个生化人抬着出现了 这条路上 就会在家里面的摇摇 我这条路上